我们现场的同修 还有全球在线上 同步共修的法友善信大德 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究 五界表解 我们的进度是到了不忘语界 如果你有受持到这本典籍 请你先开第五页 从上面算下来 第四个区块 忘语界的部分 什么叫做忘语呢 就是心口相为 言不称实 我们心所想的 跟嘴巴讲出来的是违背的 讲话呢 不实在 不真实 然后呢 欺狂他人 名曰忘语 一色 这忘语里面包含什么呢 含色的哪些呢 忘语分四 含色的这以下这四点 第一叫恶口 恶口叫骂力 就是用粗笔 凶恶 难听的话去骂人 当然包括骂鬼神 骂畜生 有情都是 再来是两舌 就是离间 离间语 挑拨离间的离间 再来是奇语 就是华美的 虚浮的言辞 讲话 讲得冠冕堂皇的 过度 夸大 充满了修饰 但是呢 是没有真实的意义 也没有利益到任何人的 那可能只想要利益自己 这种私心 像这种妄语 恶口 两舌 其语 都在妄语的范围内 那在佛陀时代 有一只猴子 看到释迦牟尼佛 跟阿那尊者 他就是这猴子 有一点善根 很高兴 就来跟佛陀 要他的波 要波干什么呢 要供养 他拿着佛陀的波 去盛了蜂蜜 要供养世尊 那佛陀就告诉猴子讲 你要将蜂蜜供养给我 那很好 可是你要将蜂蜜中里面的虫 挑出来 因为如果有虫的话 喝下去等于犯杀生戒 对不对 而且佛陀还跟他讲 而且你要把蜂蜜跟水调匀 然后请阿难尊者将调匀的蜂蜜水 分给每一位僧众 大家一起享用 那猴子看到了 世尊跟僧众都在享用这个蜂蜜水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就在树上 忘形的蹦蹦跳跳 结果一失足不小心 掉下来摔死了 猴子伸手矫健 当然也有失足摔死的了 这时候有一对夫妻 刚好来祈求佛陀加持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怀孕 有孩子 于是这个猴子 刚好应了这个因缘 转世 做了这对夫妻的孩子 孩子长大以后 就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常常这个孩子想要什么东西 都能如愿 而且这个孩子的碗里面 都会自然生出蜂蜜来 当然这是他前世 供养佛陀的善根的果报 而且这个孩子出家以后 很快就种阿罗汉果 有一天天气很炎热 他就将波丢到空中 到了空中以后 这波里面自然会显现蜂蜜水 然后他再把这蜂蜜水 供养所有的出家众 阿那尊者很好奇 就请问世尊 为什么这位比丘 他说啊 竟然有这种特殊的功德 那世尊说啊 你还记得 有一只猴子 供养蜂蜜以后 蹦蹦跳跳从树枝上摔下来 摔死的 还有一对夫妻来求孩子这件事情吧 那尊者说我记得啊 佛陀说那只猴子呢 转世做了这对夫妻的小孩 那由于他对佛的欢喜心 对出家众的欢喜心 还有这种供养的善根呢 导致他下一世 就是此生啊 就能修行正果 阿那尊者就说了 那为什么他前世会投胎做猴子的 佛陀就开始了 因为他在家设佛的时代 家设佛就是过去佛 就叫燃灯古佛 现在佛是释迦摩尼佛 未来佛呢 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我们学佛要有这样的知见 他在家设佛时代做一个比丘 就是出家 那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位比丘要过河 那他看到他这个比丘同伴呢 用跳的 跳过有积水的地方 蹦蹦跳跳的过河 那他就笑啊 就说你这样跳啊 好像猴子一样 就随便讲了这一句开玩笑的妄语 这时候他的同伴比丘 回头告诉他 你知道吗 我已经是一个漏尽的阿罗汉了吗 这位已经正果了 那这位开玩笑的比丘啊 吓坏了 他对一个正果的比丘 开这种玩笑 就是说了妄语啊 他立刻忏悔 因为他出家知道因果嘛 他说哎呀对不起啊 我跟你忏悔啊 我竟然这样还恶口 还说你像猴子一样 他就一直修忏悔 一直修忏悔 修到怎么样呢 修到不用堕地狱 但是余暴还是要做畜生 还是要投胎做猴子 一直加涉佛世纪以后 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都做猴子 你看看这个出家人造的这个妄语 他的果报要多严重 尤其是对圣人 已经开悟正果的圣人 造这种妄语 这个叶报不可思议 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妄语 不要恶口骂人 尤其在现代 世界潮流 都讲究自由 自由啊 就是没有分寸 没有尺度 讲话很容易乱讲 像现在网络的时代 这个用语言 落于文字来造业 那简直到了泛滥到极致的时候 也就是众生这个口验 非常的深重 所以我们自己学佛 要善护自己身与意 三业 不要去染灼 造作这样的恶业 那将来受报 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么看致意 一 业道重固 妄语之人 不堪入道 讲话呀 瞒来骗去 都没有一个真实 常常心口相伟 或常常出口骂人 常常讲话就是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挑拨离间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 私欲私利 讲话过度的夸大不识 迟早滑美 其实都没有 都是无意义的话 损人立即 或者甚至损人还不立即 你看常常有这个现象的人 怎么样 学佛修行都不好 所以叫做业道重固 妄语之人 不堪入道 他入佛门 皈依啦 戒律修不好 诵经啊 修法啊 听经文法 在行道 各方面 广结善缘 各方面都修不好 纵使他累积一点善根 他嘴巴在消福造业的速度啊 可能比他在行善 快上百倍千倍都不止 所以你看看我们 讲话绕来绕去 残去 隐瞒 讲话迷迷糊糊 让人家听不懂 好像自己 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这里白纸黑字就写出来了 怎么会没有 你这样不堪入道 你修行没有办法 第二呢 狂惑人故 回惑人心 脑海贪人 狂 欺狂 别人 你常常让人家 搞不清楚事实真相 迷迷糊糊的 让人家生起很多的矛盾冲突 迷惑烦恼 那行为反作用力回来 对你自己当然有很多的恶报啊 尤其以前 你看这 包括出家的 归依学佛的 已经持戒了 以前做生意啊 或在做学生的时代 年轻乱讲话 喜欢说话 说谎 在职场啊 为了在职场啊 可以保持生存的优势 讲话绕来绕去 让人家听不懂 言下之意都是在维护自己 在贬义别人 习惯了 出家了还是这样 很难改 就好像你中毒啊 那个余毒在身上都还没解毒呢 持戒的人 居士 有这个毛病 你还不把它当地要紧的事情来对质 还是包藏这个祸心 在自己相续当中 你不跟他讲话 看起来还挺规规矩矩的 一跟他讲话就听出来 百过重生 没办法跟他讲下去 每一句实话 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破绽 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自私自利 每一句话都搞不清楚真的假的 每一句话好像都有陷阱 你看看 语言是从心延伸出来的 那你的心如果是这样子 你在修什么心啊 所以真的是 我们从这个人的言语表达 可以看到他很多的修行 真的是这样 第三 避善路 开恶端故 就是说你常常照这种 妄言其语恶口两舌 这些口过的人 你会关闭很多的善道 然后开了很多的恶端 其实常常讲妄语 犯口业的人 有意无意你都结了很多恶缘 现在没有别人 你一个人在房间或在厕所 嘴巴就在那边乱讲 乱发牢骚乱批评 那都有罪过 人 鬼 神 天地之间 你在跟大家横结恶缘 所以你这人会很倒霉 看不到什么福德修行的瑞相 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欲造恶业 妄于在先 你这个人可能这辈子还要造其他的恶业 妄语会先出来 你开始讲话不诚实 不真实 再来第四 实语义故 言语正直 心地坦白 亦得解脱 我们讲话是真实语 那就好像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 它都不冲突 它都不扭曲 这样说真实语 它有它的利益 就是言语正直 心地光明磊落 坦白 你现在要说一个谎 要再说一百个谎 来源第一个谎 你的心每天都在造恶业 起心动念都是负面的 你宁可莫病 这何必妄语呢 是不是 就不要讲话 所以心地坦白的人 就是义得解脱 学佛修行容易解脱成就 第五 鬼神弃故 妄语之人 诸天鬼神 舍弃不护 本来有护法神 有天神 地鬼 鬼也有善良的 在修行的 要护持佛法的 他都保护你 结果你妄语 或你存心不良 走光光了 没有人要保护你了 患起牛鬼舌神 妖魔鬼怪 他来欺负你了 他来教训你了 是不是 所以你旁边有护法神 你千万就不要犯这种妄语的戒 常常忏悔 第六 三世诸佛 法尔不妄于故 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要学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的万德万行 三世诸佛都不妄于 我们做佛弟子的 怎么可以打妄于呢 好 再来看次第 前三为深夜在先 前三是什么 杀生 偷盗 邪淫 这是身体的深夜 此为雨夜在次 好 接下来就是妄语的雨夜 然雨夜一范 且分四种 夜暴一重 要杀生 有的时候 也要有被杀的对劲 被你杀害的对劲 妄语很容易 一下就出来了 你看老人家说乡下养老母鸡 老母鸡都野放 你去看那老母鸡是不是到处啄迷 低着头在那里啄迷 走没几步 她的屁股怎么样 就一个鸡屎出来 这次走没几步 又一个鸡屎出来 妄语就是这么容易犯 你只要一开口讲那话 就跟鸡屎一样 一下就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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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造妄语 很容易击中 就是把业障把它累积得很重 而且分成四种 妄语 恶口 旗语 两舌 这四种 这追报也是很重的 所以这个不得不小心 然后呢 妄语 看巨元 巨元是什么呢 妄语 巨六元成范 就是你已经持五戒了 这妄语戒 你只要以范到下面 这六个要件 巨足了 就叫 犯戒 就破了 不妄语的戒律 不妄语的戒律 就破掉了 我们的口跟身 都是受到心的驱动 身体要犯业的时候 有时候啊 因为觉知停止造业 但是口业的速度很快 我刚才讲 举这个老母鸡 喷鸡石的这个例子 砰一下就忘语 砰一下就忘语 很容易犯忘语 尤其大家 在休息时间 佛教徒也一样 佛教徒休息时间 大家开玩笑 开始 就说 一下就乱讲了 对不对 结果休息时间十分钟 比前面他修了一个小时的罪业 他前面修一个小时的功德 补不过他 休息十分钟的口业 这忘语很厉害的 到现在还小看 忘语这个口业的人 持不忘语戒的口业 你还小看 还轻视的人 你修行肯定不好 修行肯定就是修不经验 第一 我们要确定 是众生 当然我们讲这个忘语的时候 一定是众生 而且要了解你所说的话 当然了 你对着房子骂 对着一棵树 这样虽然原则上讲 不算犯戒 因为房子可能树 可能听不懂你的话 但是这个天地之间很难说 房子上面有没有鬼神 有啊 你都拜地基主 都拜地神 家宅神 树上面有没有树神 树精树鬼 有啊 而且就算都没有这些鬼神在 你光讲这些错误的话 在这个虚空法界之中 对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这个虚空法界 你对着虚空在那里 在那里骂力 在那里发牢骚 在那边诅咒 在那里抱怨 虚空 也有虚空之主 对不对 因为不同的信仰 像台湾道教的信仰 这虚空之主是谁 天宫 玉皇大帝 所以你对着虚空来造妄语 还是有罪的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习气 常常抱怨啊 常常讲负面的话啦 发泄情绪的话啦 要有一个对劲 如果没有理解你讲的话 严格讲是不算犯戒 就是有过失 比如说你跟一个精神病患 他已经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了 你对他造妄语 这个不成立 但是你有没有口过 还是有的 如果你跟狗讲妄语 这狗听不懂你讲的话 他也不知道你在骗他 这也不成立破戒 就是有过失 第二 众生想 妄语的时候知道对方是众生 第三 起狂心 妄语的时候 这狂就是欺骗 我们同修相处之间 简讯也好 跟他行事作为 他很多事情都欺瞒你 欺骗你 对不对 这实在过失很大呀 像这样子 起了狂心 你就是想要准备要欺骗对方 这是合乎第三缘 第四 实事 就是复藏真实的事情 当然也有分作 大妄语跟小妄语的分别 等一下我们现在顺道讲下一个 下一栏叫轻重 在这里同时讲了 五节表节第七页的轻重 大妄语就是非法说法 非法说法是什么呢 法说非法即破结磨声 破转法轮声 这叫什么呢 什么叫破结磨声 破转法轮声 我先讲了 什么叫做非法说法 例如我们各国的信仰 都有杀生来祭拜鬼神的 这样的不好的一个行为 一个传统 这是错误的 但是为什么从古代流传到现代呢 在古代有一位国王 他在位很久 他想我做国王享受很多福报 如果不出家修行 一旦福报享尽 我做国王享了这么多的武欲 享受我恐怕会堕入地狱 于是这个国王舍弃王位 到深山修行 就是说有两群修行人 为了祭祀是否要杀生 用肉动物的血肉来祭祀 两群修行人争论不休了 有一群是在家婆罗门 以为他们认为主张 要杀生来祭天神 因为天神要享用 这些出生的血肉 那另一群人是出家的修行人 他们主张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不能杀生 只能用鲜花水果来祭祀 两方的意见就僵持不下 于是出家的先人就建议 我们可以听取舍弃王位的这位出家人的意见 因为他曾经是一国之君 君无戏言 而且他的道德操守 可以舍弃王位修行 是令人尊敬的 所以双方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 婆罗门在前一天 就先去拜访这位出家修行的国王 对他进行贿赂 收买他 表明会拥护他 到了隔天 他们请修行的国王出来作证 来裁决 那出家这些先人 他们就问出家的国王 祭祀的时候可不可以杀生 大家都相信 这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这是一个道德非常崇高的人 但是这个国王在前一天 已经被婆罗门收买了 竟然回答 祭祀的时候要杀生 讲这个话 这个先人告诉国王 你不要说这种大妄语 非法说法 这是刚才讲的非法说法 你讲这个都不是真实的事情 都不是真理 都不是事实 非法说法 你不要犯这种大妄语 这样的罪过很大的国王心想 我是堂堂一国之君 均无二言 所以他又说了 要杀生来祭祀 又强调一次 这个时候地面裂开 国王的脚就陷入土里 这场人看到说 你赶快忏悔 你看看 地裂开了 你陷下去了 你赶快忏悔 我们把你救起来 这国王碍于情面 碍于面子 刚强得很 他说祭祀就是要杀生 结果他的身体又下沉到腰部 那这两边的修行人 主张不杀生的就说 你现在忏悔悔改 我们还可以救你 国王还是死不悔改 他说要祭祀就是要杀生 这时候国王直接肉身堕入地狱 这个叫非法说法 非法说法就是重罪 非法说法还有一个叫做 破结魔生 破转法轮生 为逆罪 逆罪就是最重的罪 这什么意思呢 同一个结界里面 同一个结界就同一个寺庙 同一个道场 别做菩萨结魔 说戒破坏何何 什么叫别做菩萨呢 就是大家出家人都要送戒 大家就要群聚起来 集合在一起送戒 送菩萨戒 送比丘戒 比丘尼戒 像我们也有做会共的时候也有送五戒 归一戒 对不对 像这些 但是因为大家不合合 搞小团体 他们在那边送戒 菩萨结魔 然后你跟带领另一群人在别的地方破坏何何 也在那边布上结魔 像这样子 叫逆罪 你破坏生团的和和团结 所以在生团里面 在道场里面搞小团体 罪过很大 好 那因为搞小团体 他嘴巴也会不会乱讲 他要乱讲 来达到自己的私欲私利 要乱讲来达到这种目的 你就犯逆罪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然不知道 那么 再来 就是妄言证菩萨果位 妄言证菩萨果位 犯大妄语中重罪 有人他说 我已经证到八地菩萨 十地菩萨 或者我已经证阿罗汉果了 来凸显自己的修行 比别人殊胜 佛在世的时候 他都不允许 他自己的弟子如此说 何况是现代人呢 真的有修正的人 他不会说自己 已经得到什么境界 他已经证悟什么境界 所以你由这样来判断 你看到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证悟 有成就 所以 我们就是很好看 很好地分辨 现在有很多的修行人 道场 标榜 吹捧自己的这些人 写师外道 你看这个人写得很工整 用很多的这个 无非就是想凸显吹捧自己 像这样子 你一看赶快远离 那根本不是真善之事 当然他不可能真正的正果 这有很容易判断 曾经有一个人 就是颠颠狂狂的 跑到一座 供奉地藏王菩萨的寺庙 他跟那个常驻法师讲 说我就是地藏菩萨 这个常驻法师 很镇定 也很善巧 说你是地藏菩萨 我们里面中尊 也供一尊地藏菩萨 哪一尊是真的呢 就反问他 这也是法师 善巧 慈悲给他一个台阶下 说你不要打妄语了 但是他没有听出 弦外之音 很愚痴 他就说 当然我是真的 法师说 你说你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十地等觉 等觉 等同正觉 他是一大菩萨 就像佛一样了 等觉菩萨 你一定有神通变化 如果你从这个墙壁穿过去 我就相信你是 结果这个愚痴的人 还真的充满信心 往墙壁冲过去 结果碰一声 倒在地上 头肿起来 然后他就说 我不是地藏菩萨 这撞这一下 还是有一点功德 对不对 他才想到 我实在错得太离谱了 他才承认 我不是地藏菩萨 所以你如果听人家说 他挣了什么样的果位 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就的境界 这是大妄语 真实的人 真实的有这种成就 有这种境界 他会隐藏的来不及 不想让人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让人家知道 你有这种正量 你有这种成就的境界 他是会有一些修行的障碍 比如说你走到哪里 就很多人围着你 你找到一个僻静的山沟里 去打坐 只要被砍柴的侨夫 或猎人发现 没有多久 你前面就很多贡品 大家就围过来拜你 我跟你讲 你静得不静不下来 然后各种人都要去找你 包括黑白两道 大概也活不久了 是不是 你以为这是这么好处理 这是这么好存活 所以很容易看 这个世界上很容易 你就会看 这个人是不是犯大妄语 第三 妄言见神见鬼 有的人会说 看到天神下来 或者看到鬼道众生 实际上没有看到 这就是大妄语 当然有些人 确实有这样的正量 有这样的境界 但是大多数的人 是没有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大部分就是为了虚荣感 或者是明文利 为德 自己还没有得到 就说自己已经得到 为正而为正 他自己还没有证悟 说自己已经证悟 随便胡说八道 我看到有一个鬼 我看到有一个神 实际上没有 你知道他这样讲一次 他就犯大妄语一次 那你干嘛这么倒霉 去让他做 他造妄语的对境 你看他跟你在那边讲这个 你听都别听 你干嘛去让他 作为造大妄语的对境 那你岂不是一不小心 也有供业的成分在里面 不可不慎 当然有些人 他都会说 有佛菩萨 有神圣来教他 有佛菩萨 有神圣来教 所以也不是不可能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很多了 问题他会说 他是某某佛菩萨 尤其最通俗的说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来教你 或者讲道教的 我是观圣帝君来教你 我是三太子来教你 我是妈祖来教你 等等的 他一定要讲这些诸佛菩萨 还有大威神的名字 为什么 你才会相信 他可能是 你的祖先 鬼道来的 也可能是你们那里的地神 跟你有缘 借着你有肉体 要来办一些事情 就跟你交通 也可能是某一个乱帐缸里面的 比较有力量的鬼 也可能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 我们在台湾就发生过 有时候有一个寄功来复生 这个寄功 每一次要复生的时候 先怎么样 就复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说我是寄功 然后就开始会讲 讲一些英国的话也还挺准的 但是他开始复生 先怎么样 先长嘴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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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讲 让人家问事情 问了几年以后 这个寄功讲实话了 我不是寄功了 我是这个女人的冤亲债主 所以我复在他身上 先长嘴 再跟大家讲英国 现在夜报已满 我要离开了 原来搞了这么多年 复在他身上 要来这边给他指点 是鬼 有时缘情在主 这种事情很多 所以为什么要归依佛 归依佛是什么 归依觉 觉悟 为什么要归依法 归依佛讲的正法 三藏十二部的典籍 为什么要归依生 俱戒清净的人 为道伴 很不小心 你如果光听这个 无形的跟你讲话 你就是归依的鬼神 观世音菩萨动不动来教你 观圣帝君动不动来教你 寄功动不动来教你 所以这个人好不容易 有慧命来学佛 不要再这么愚痴了 这么不开悟 再来呢 就是望眼持戒清净 能习禅定 就是说有人说自己 修阿纳波纳 已经成就了 就是修成不静观 这两个甘露法门 他自己讲自己已经修成了 如果没有修成 就构成大妄语 如果有修成 但是你讲了 这是小过失 还是有过失的 也有人会称赞自己 持戒清净 有没有犯戒 其实自己很清楚 你自己持戒真的很清净吗 凡夫重生 你闷心自问 你真的持戒很清净吗 努力的空间都还很大 这个就是要好好地在真修实行上面下功夫 耍嘴皮子没有用 再来第五 妄言 善通三藏 有的人会说自己精通三藏 实际上没有 那就是大妄语 你说精通三藏跟看过三藏可不一样 三藏经理论的典型 你看过跟精通可不一样 那还看过跟精通有一大段距离 第六 妄言正世间四禅八定 有人说自己已经修得四禅八定 如果没有 你嘴巴这样讲 这个就叫大妄语 所以这有的时候会 为了要凸显自己 毁谤别人 尤其网路上在讲 或写书来抨击别人 都是要凸显自己毁谤别人 那其实自己就是最苦众生 正在造恶业 这都是大妄语的 那小妄语呢 见言不见 不见言见 看到了 说没看到 没看到说看到了 闻言不闻 不闻言闻 听到了说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说听到了 以下以此类推 绝言不绝 不绝言绝 知言不知 不知言之 实有 言无 无言实有 包括像这种 像这样都是犯 这就是小妄语的 那其语呢 就是你讲的话 别人都知道 那是在妄语 开玩笑 我讲的 现在讲的是 小妄语的其语 就是说你这其语的情节是比较轻的 罪过是比较轻的 比如说你跟人家讲了 突然中午进公司提了一个便当进来 我被绑架了 大家都知道你在胡扯 你在开玩笑 大家喜欢幽默一下 其实这没幽默 这叫小妄语 要知道自己的功德又被扣分了 那边绑架了 还提个便当站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就现在喜欢这样 习惯性乱开玩笑 口叶露得很快 口叶照得很快 福报功德露得很快 或者有的人用身体动作来说妄语 叫理相妄语 用我们的身形 让我们的人的这个相来表达 有一个母亲 她的儿子叫做石语 为什么叫石语呢 因为这个小孩从不说谎 有一天她母亲跟人家争论 母亲知道她儿子有点名声 受到大众尊敬 于是要儿子出来作证 母亲在前一天跟她儿子讲 你无论遇到什么 人家问什么 说什么 你就点头就好了 儿子 就是没办法抵挡母亲的请求 隔日跟人家作证的时候 就点头 不对的也点头 没有的也点头 所以因此 这个叫石语的小孩 种下恶业 命中堕入地狱 当然她母亲最过也很重 所以用身体去造业 去说妄语 或者露出嘲讽 贬义 或者做一个表情 好像自己置身事外 其实你已经意识到了 你已经构成妄语 已经害了别人 那都成立 对不对 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自己就应该能够了解 好 居六元成范的第五元 叫做严明了 就是你照这个妄语 讲得清楚明白 叫严明了 第六叫前人解 就是对方了解了 你讲的这些话 妄语才构成 如果对方无法理解 听不懂你说的谎话 或者你骂他 他听不懂 不构成 但是有过时 像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妄语的开源 这妄语的开源有哪些呢 我们下回再来探讨 立即订阅观音山 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